除了防疫还要注意天灾来看到的是美国 美国最近的正是天灾不断 先来看看加州 加州不但在北加州还有南加州都出现了森林野火 北部地区的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有上千人撤离 而在美国南部 在加州南部同样也出现了国家公园的森林大火 来看它这样的情形 那么现在加州的州长已经宣布了 包括了布尤特郡跟圣塔克鲁兹 都要进入紧急状态 甚至在北加州还有上千人必须要撤离 小飞机不断在火场穿梭协助灭火 但由于加州出现干旱天气 再加上北部地区都是农庄 因此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圣塔克鲁兹山区超过1650户受到威胁 上千位民众被迫撤离 相防单位派遣800多名人员前往灭火 并且设立防火线 但大火还是持续扩散 就连已经烧成焦黑的残骸里 都还会冒出橘红色的火焰 不只是北加州 南加州地区的野火更是猛烈 就连卫星照片都能看得到浓烟 加州著名的观光圣地 罗斯帕德雷斯国家公园 陷入一片火海 目前只有不到两成的火场获得控制 幸好没有过几道住宅区 但还是有50多栋房屋全毁 加州州长也宣布 包括布尤特郡 还有圣塔克鲁兹郡进入紧急状态 消防人员将可以减少市区供水 来协助灭火 大约新闻预角编译 大约新闻预告